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的节目 我是石涛 无神论进化论 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的 所谓科学的说法 全是这两百年 一八几几年 两百来年 两百来年同时出现了这样的东西 而他两百年的左右 应对着所谓的工业化革命 英国的蒸汽机 对吧 英国的蒸汽机 你看跟马克思的年龄差多少 就是前后脚 跟达尔文 这都是前后脚 恩格斯 这个 而他们的基础 很大的基础 是在上个世纪 17 179几年的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 烧毁了巴黎 杀人 烧毁巴黎 他的内在是什么 他内在是突出个体的肉 这块肉这边的 他的自由 当突出个体的肉 这边自由的时候 他就要杀掉别人 伤及生命 伤及生命 然后用一些非常 就是在突出个体人的肉欲基础的一切 到了马克思 这剧作 那剧作 剧作了半天 就是一块破肉 特别是马克思的诡辩论 辩证维吾论 我叫诡辩论 上嘴唇说下嘴唇 下嘴唇说上嘴唇 左眼睛说右眼睛 右眼睛说左眼睛 说句不好听啊 混蛋架上王八蛋 胡说 男人说女人 女人说男人 胡说 天地间的造化 一男一女是个家 他给顶上了 你说那什么东西 人家要理论 人家要主义 人家要思想 理论主义思想 都是被困在人的环境中 让人们相互否定 让人们相互否定 从而永远满足不了 自己的欲望 马克思把人全杀了 杀在你的思想的观念上 杀在你的无尽的贪婪中 让自己杀死自己 所以那是魔鬼来的 马尔斯统治全球 马尔斯的利剑在空中飞舞 流血鲜血长达七十回 他是恐怖大王来的 从上头是恐怖大王 到人间叫马尔斯 所以他可以通破时间 渊远流长两百多年 谁沾上他就死 因为他要的是命 要的是命 网络有篇报道文章题目 这么说的 中美之间展开了 真正的战略对垒 其实他可以叫做是 可以叫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觉得可以叫做 他的这种人与兽之间 他不能叫兽 人与高级动物之间的真正的冲突 正常的人 引告的为Trust印在美元上 那当年艾森豪威尔多迷信 1953年 把这句话印在了美元上 现在是2019年 美国人的浮穷 迷信 庸俗 堕落 落后 还引告的为Trust 国内很多人骂话 都是真骂的 你看那破老头 骂我 你看那破老头 老蒋那迷信那一套 骂老美啊 他引告的为Trust 美国人多傻呀 川普在把手放在圣经上 说我发誓 你就信哪 我们家买18本圣经 放在一块 你信不信啊 我把地藏菩萨给抱在怀里头 向你发誓 你信不信啊 各大陆人都这么说了 对不对 先抱财神抱回家 怪不得猪都死了 猪不是猪瘟死的 是给气死的 说没见过这样的 挺好一个人 猪脱生不了人 都被人给气死 所以人跟高级动物之间的对垒 是这个 我眼睛里更可以把它称为叫 美国社会的觉醒 美国社会的觉醒 太注重钱了 而川普呢 川普作为生意人的出现呢 却反过来 在人的生命理念上 有他的认识 中共政权的人海战术 加上野狼 叫狼性 竞争狼性 华为的就叫狼性文化 美国倍感威胁 太空战略过招 人工智能领先 到生育旅行防堵 从外太空到了到内子宫 中国女人拼命到美国升海 这绝对是个招 对吧 美国国防情报局 11号做了报告 中共在外太空挑战美国 可能会损害 华盛顿卫星的激光设备 特受关注 而中共正在发展激光武器 干扰破坏 伤害卫星机器传感器 可能有部分 已经有部分能力操作 在智能化产品的背景之下 那这种东西是有可能 发展出外太空情报 监察侦查能力 外太空活动越来越多 而且除了太空旅行 逐渐成熟之外 在军事层面 已经出现了竞争 另外一个人工智能 在星期一的很晚的时候 川普发表了一个 签署了一个行政命运 美国政府将全面参与 AI系统 就是人工智能系统的 这种发展 科研发展 以及产品的这种 全面的投入跟支持 他重点提出来就是 人工智能5G和量子计算机 美国政府鼓励美国公司 私人公司 以最大的可能 迎头赶上 共产党的话 迎头赶上 这个要在5G量子计算机 跟人工智能方面 跟中共政权展开全面的竞争 全面竞争 政府在规划资金和他的支持 国家支持的角度来讲 全力支持 这是国家行政命令 总统命令 所以就成为一种法律 川普星期一 签署了行政命令 叫美国人工智能倡议行政命令 直接对垒中共政权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或预设我们的领先地位 不会受到挑战 所以这是他的声明 那具体如何做 他没有细说 变成了他国家的机密 但他的方向 显然就在中共身上 布鲁金斯学会的科技中心的负责人 韦斯特 白宫的举动是及时的 但如果没有明确的资金 政府资金 国家的钱 依然不能确定如何实施 总统有时会推出听起来不错 但实际效果不大的举策 中共到2030年将投资1500亿美金 目标成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人工智能国家 美国要赶上 因为人工智能改变许多不同的领域 这一点非常重要 瞎掰 我觉得这就是学者咯 根本不是那回事 什么叫他领先 他统治全世界 他统治全世界 人家有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那 只不过人听不懂 说习近平说什么呢 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听不懂 中间全是智能化产品 人将被机器人完全控制 人没有个人隐私 大数据被中南海 你家想生孩子 中南海那闲着没事干 掉出来 就看着你家准备要生孩子 就跟那牛棚 要配牛是一样 有人说不可能 你用 你用华为手机啊 对不对 华为手机的镜头可好了 跟iPhone有的一比 哎 我觉得就是说 人在贪欲上的时候 一落在贪欲上 在明白的人眼睛里 那个蠢啊 那个蠢啊 猪都死了 是因为看不了你们那么蠢 看不了贪婪的人那么蠢 所以猪 飘洋过海 非得一个非洲猪瘟 死在家里头 邪了门了 数据创新中心的研究员卡洛斯 如果政府希望人工智能带来实际变革的话 那不仅仅是重新编制 所需要的资金 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开发 更全面的人工智能战略 覆盖数位自由贸易 数据收集 我觉得这些说法 根本都没有意识到中共的生命品质 我相信 这是一个表面涵盖 再出来的 有可能今天出来 因为是有时差的问题 再出来的行政命令 将对华为的直接打击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